欢迎收看3月26号的新主播点新闻 我是美珍 首先来关注近期引起举国关注的 沙拉越暂停登记主要数据库系统 PADU课题的新进展 沙总理署副部长拿督沙利花哈希达建议 先修改2010年个人资料保护法令PDPA 或拟定全新法律加强保护个人资料后 才落实主要数据库系统 他说我国目前没有专属个人隐私法律 以保护登记PADU人士的个人资料及隐私权 他解释2010年个人资料保护法令 虽然可以在网络安全欺诈或资料泄露问题上 给予民众保护 但该法令权限仅限于商业交易 没有涉及政府援助数据系统 因此该法令还不足以保护个人隐私和资料 对此沙利花哈希达说 联邦政府需要至少修改2010年个人资料保护法令 确保提供全面保障或拟定新法律 这是确保PADU顺利落实的其中方案 他强调 沙政府没有反对联邦政府提供援助 并认为提供援助是正面措施 但所有涉及单位都必须确保 拥有全面安全准则和详细的解释 以确保万无一失 换个焦点 交通部副部长拿都哈斯比哈比波拉表示 联邦政府将确保明都鲁海港交接仪式顺利进行 因此联邦政府和沙政府将成立联合委员会 以进一步商讨和细节化接管事宜 他说委员会将讨论废除1981年明都鲁海港法令 让沙政府未来无需咨询联邦政府下 自主运营明都鲁海港 他也说沙政府希望尽快接管明都鲁海港 因此废除该法令的法案 预计会在今年6月召开的国会期间提成 另一方面哈斯比哈比波拉说 联邦政府移交明都鲁海港给沙政府 并不会影响海港员工生计及福利 隶属大马海市执法局的Bombardier CL415 与大马消整局联手 扑灭双西阿东泥炭灵火行动进入第三天 发现到梅里瓜拉巴南国小附近 大约60英亩的丛林大火狂烧 大马海市执法局梅里区主管 摩哈默沙菲伊今天发文告说 该局动用双漆机采取空投水弹技术 进行灭火行动 至今投下了42000公升水弹 而且高空灭火行动结果显示 双西阿东整体灾区有80%的灵火已扑灭 但是在瓜拉巴南发现新的灵火灾区 此外昨天傍晚由于能见度受限 高空灭火行动被迫暂停 大马海市执法局提醒民众 我国目前正处于炎热季节 小型焚烧活动也有可能演变成更大的灾难 因此千万不要进行露天焚烧活动 民众如果要进行投诉或紧急事件 可以联系马来西亚紧急反应服务MERS999 以便有关当局能够火速采取行动 又是校园霸凌 木教一所中学的中二学生一连两天 两度被同宿舍的中午班学长七零 包括智商他的胸部腹部及私处 警方已就此案逮捕了五名涉案的男学生 并延后他们四天协助调查 木教警区主任莫哈默李扎尔副警监 今天在文告中透露 根据木教警方在本月27号接获的投报 有关学生在本月25号 在学校宿舍交数名学长打伤胸部及腹部 他们怀疑该名学生弄丢了他们的裤子 因为裤子是由该名学生清洗 隔天晚上在同个地点 该名男学生再次被打伤胸部腹部及私处 过后被送往明都鲁医院 接受深切检查及治疗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